怎么胖这么多 算了长大再减好了 根据卫福部最新2012年统计 国内儿童肥胖比例达31% 居亚洲之冠 等于每三位儿童中就有一位体重过重 小科医师表示 天冷许多幼童爱吃零食 糖分高热量高的食物 又不爱运动 往往一个冬天平均会增加2-3公斤 甚至会多到5公斤 临床上观察 冬天儿童肥胖就诊比例 往往比其他季节约增加2成左右 不过由于儿童还在生长发育阶段 身高增长体重也会变动 可以参考卫福部公布的 儿童青少年体位标准 对照年龄和性别 并计算BMI值 就可以判断体重是否超标 第四提醒 许多家长认为小孩小时候胖不是胖 将来长大再减肥就好 这观念其实是错的 研究显示 6-10岁肥胖将来有7成的肥胖几率 而10岁以上肥胖 日后肥胖几率达8成以下 而且肥胖可能带来脂肪肝 心血管问题等后遗症 未来成年三高慢性病 心脏病等风险也会更高 不少幼童爱喝含糖饮料 不仅容易肥胖 对生长发育也有阻碍 研究显示 含糖饮料喝越多 生长激素停止分泌的时间就越久 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多于开水或牛奶替代 外出时可以帮孩子准备水壶 点心建议改吃水果 多补充膳食纤维可以提升饱足感 又能补充营养素 减少吃零食的机会 也要多增加幼童室外活动运动量 每天至少一小时 才能避免累积多余的热量无法消耗 造成肥胖上升